适度的思考 有时候我们画图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脑筋去思考 一些物件的构成 举个例子 我们要做一个箱子 那我们通常是用长方形来做 长方形 我们给它重置一个物件 这个重置物件 重置物件 它就会有两个物件 我们让这个物件变成空的 它可以切掉 可是这样一切会完全切掉 所以我们要设这个东西 这个物件比原来的物件小一点 这原来物件多少 50 这一条是50 所以我们这边呢 设多少 假设我两边各留1mm 它就是48 左右各减1 48 这边呢 48 我要留1 一样留1公里 1mm的话 我这是46 这左右上下要不要留 箱子来说 我上面 要空的 下面要有底 所以我下面只留1 这边呢 20 所以我这边应该是多少 20-1是19 然后利用对齐工具 我把两个物件对齐 对齐 它叠在一起 之后我往上飘 对齐我对上面 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把它群组起来 它就变成一个空的 里面是中空的箱子 那画图的时候 要善用这个思考路径 假设我们要做一个桶子 那就是用什么 圆柱体做 相同方式 给它做什么 重置 重置以后 里面的桶子 比外面的桶子小一些 就请你发挥你的思考 你觉得这样怎么做出一个桶子 请动手做